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欢乐颂谱曲成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的主要部分 被誉为是人生与交响乐队合作的典范之作 欢乐颂也是贝多芬最钟爱的诗作之一 他说 把喜乐的欢乐颂谱成歌曲是我二十年来的愿望 意境深远的歌词 气势磅礴的曲谱 组成了一曲宏伟壮丽的交响诗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经典乐曲背后的故事吧 1785年 26岁的喜乐 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 几位年轻人 因着仰慕喜乐的才华 邀请他到莱比锡 去参加婚宴 婚宴上 喜乐被欢快的气氛所感动 写下了这首名诗 欢乐颂 喜乐起初是因着美好的友情而欢快愉悦 进而引申出他对爱 忠诚 信仰的追求和歌颂 所以 欢乐颂与其说是在写欢乐 不如说是在写欢乐美好的爱 超越种族 超越地狱 超越时空的爱 喜乐认为 世上欢乐的源泉 是造物主所赐的 他采用了当时流行的 诵歌体 既庄严神圣 又热烈崇高 使得这首诗歌的内容和形式 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听众朋友 当我们聆听着 这欢快热烈 波澜壮阔的 欢乐颂的时候 我们可能无法想象 这首伟大的作品 不仅是喜乐 连贝多芬也都是在人生的不如意的时候 创作的 贝多芬是欧洲浪漫主义时期最有影响力的音乐家 同时也是喜乐的忠实崇拜者 这首欢乐颂是贝多芬最钟爱的诗作之一 喜乐在诗中所表达出来的 对于自由 平等生活的渴望 其实也正是贝多芬的最高理想 贝多芬22岁时 读到喜乐的这首长诗 被深深地吸引了 产生了为这首长诗谱曲 将其变成一部伟大音乐作品的想法 所以贝多芬在创作第九交响曲的时候 采用欢乐颂作为终曲乐章 而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音乐家 在五十岁的时候 却遭遇两耳失聪 这无疑是对一个音乐家的致命一击啊 但是贝多芬并没有因为耳聋而悲观 他仍然对人生充满了喜乐 而且他一生的重要作品 都是在他耳聋之后创作的 环球传播 传播主爱 点亮生命 环球传播 1824年5月7日 维也纳·凯伦特纳托尔剧院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首演 很多人慕名而来 盛况空前 最后当欢乐颂的旋律响起的时候 人们被这部交响曲 灰红旋律所打动了 每个人都热泪盈眶 激动不已 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的时候 欢呼声立刻响彻剧院 人们激动地朝着舞台的方向涌去 但是站在乐队中 背着观众的贝多芬 却什么也听不见 直到女歌手牵着她的手转过身来 她才看到观众的欢呼 我认为你 深圳皆美丽 灿烂光光照大地 我们心中充满热情 来到你的声点里 如今距离一八二四年的手眼盛况 已经过去了将近二百年 但是这首欢乐颂却长盛不衰 在这二百年的岁月之中 欢乐颂唱出了人们 对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热情 更有无数的听众 被这部作品所带来的音乐哲理 音乐气度所感染 这首诗歌也成了 人类音乐历史长河中 自由、平等的明灯 这两位伟大的创作者 也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话语 喜乐说 爱使伟大的灵魂变得更加伟 贝多芬说 听众朋友 喜乐和贝多芬因着美好的心灵 和对上帝的信心仰望 使得欢乐颂闪烁着神圣而伟大的光辉 激励着人们的心灵 愿你我也能在低谷中 依然不放弃对美好的追求 最后让我们沉浸在这首诗歌之中 感受上帝的无限大爱 我感谢观看 一地里两能是人们 消除一切分析 在你光辉招有下美 人们团结成兄弟 一地里两能是人们 消除一切分析 在你光辉招有下美 人们团结成兄弟 在你光辉招有下美 一地里两能是人们 消除一切分析 在你光辉招有下美 人们团结成兄弟 一地里两能是人们 消除一切分析 在你光辉招有下美 人们团结成兄弟 消除一切分析 关车你深ac解美丽 聪傲光 着倾停 我们心中充满热情 来到你的声点里 你的力量能使人们 消除一切分歧 在你光辉照耀下面 人们团结成兄弟 你的力量能使人们 消除一切分歧 在你光辉照耀下面 人们团结成兄弟 在你光辉照耀下面 人们团结成兄弟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